昨晚之後 馬上帶來觀察到在立法院這一星 藍白卡關總預算這個是第五度 而今天在下午預計召開朝野協商 不過行政院長佐龍泰昨天晚間 先在臉書發文以點菜說 再次的引發在野黨立委不滿 那深圳的是暗喻倒閣 不過在野黨立委則標示可以自行請辭 雙方可以說是又再次的隔空護槓 來聽一下藍綠怎麼說 佐龍泰自己打自己臉 那所謂的找消保官來 其他講的就大法官 大法官現在都變成 我們這個民進黨後門喜怨小弟的時候 你找大法官來的意思是什麼 那你找消保官的意思又是什麼 事實上現在民進黨的意思是 餐廳就我開的啊 對不對 菜我要你吃什麼就吃什麼 關鍵還是我要呼籲佐龍泰 你自己既然都提四線 那你也知道你沒有提副意 賴清德總統也公布了這個法律 在四線結果出來之前 法律就是有效 不要違憲亂證 法律就是有效 賴清德你不是大法官 你先編足預算 然後你叫你的大法官出來洗地 洗完之後宣布違憲 預算再砍掉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啊 這個所謂點餐說好剛好顯示說今天 佐龍泰自己的自打耳光啦自己打點自己 外在財政委員會排審了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也是涉及台灣財政紀律一個攸關重要的法案修正 這同樣造成的威力也像核彈一樣大 另外今天下午有總預算是否能夠復為審查的朝野協商 如果藍白持續鐵板一塊甚至是鐵板好多塊 只要求行政部門提出讓步方案 但是在野陣營完全沒有任何的協調空間 那麼這當然讓總預算能夠復為審查 是有如登天還難 好可以聽到呢 佐龍泰院長的這個點菜說是引起公民黨立委是相當不滿 認為沒有拿出誠意甚至他們還說可以自行請辭 根本不用用到倒閣權 而另外民進黨立委則是表示說 其實在這個會期國民黨團甚至還想要先在財政委員會 來闖關這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不過他們也認為如果總預算持續卡關 卻要拼這個財劃法闖關的話 可以說是相當的本末導致 因此他們也呼籲了藍白 應該要先讓總預算過關 再來討論後續的事情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將時間盡頭轉給彭雷直播